港医官 北地町的港港社区 第五个菜头文化区 在一个适合适合的机会 这一处于吹吹日本风作为主题 推出每个人只要500块 在当参加刹新 请出提计华东 特色日本风味的产业 还有营火晚会和 挑战顶顶的政策华东 去应多多的友谊 适合来参加 第五个菜头文化区 在一个适合适合适合的机会 关注王长梁 最后保持局副局长 任定力立委蔡益余 保抵定长丹宏明 关议员创委写 以及批评立任限定 改观保抵定港港社区 是国内政策华东 重要三地 菜宝的供应 占到全台90% 王长梁也大力 称赞港港社区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区 我们丹宏社区 还是一个很成功的社区 过去拿着很多方案 都是有利于社区 这间的水保局 特别让农村再生 把一个荒地 没有用的地方 变成是一个儿童喜欢的公园 那这个地方不仅是社区的人 很严谨 在做社区的工作 包括这些三个就是菜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产业 那现在把它加入一些文创的方式 能够让菜头在整个包装上 质感上提升 说实在台湾人真的要吃菜头 尤其菜头老菜博 基本上大家又更喜欢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三业 这么亲切的台湾人的食物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食材 透过水保局的精神区位 一级姓山区 立美法 二级主体冠定 三级丹钢山公园 四级 幽林园 庭园 庄境 六十万港 每年五级万港以后 将生为海山新 幽林园 就处政家社区 更做机会 换回社区 青壮林园 庄乡 两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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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兴台概念 形成一个新兴话的台读 建传新兴发展的 二级农村 到我们丹钢社区 看到很多妈妈 带到他们的小孩来这 参加会发比赛 尤其我们这个空间 哇 很漂亮 尤其这些小孩 当然能出头 尤其 看到的燃烧场 也是很惊艳 你看幽林园 小孩 幽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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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比较大 幽林园 一起来玩乐 尤其 我们的环境外 三重要 就是要给三业 我们现在 每天社区 已经有做出 好吃名 我们的麻油菜薄 菜薄瓜 像这 一台包 买得很好 因为我们社区 是没有加其他东西 行政兴隆 的 五层 十分之后 一些有助于 这个人 都未来 平面 也是 在两岸 有助于 让他们 来 得到 予生 在 大 这 我当现有农村四季 销售最新鲜在地的农季産品 当然由外航做庆祝委员下行比赛 农村体验装菜头 DIY的体验也还有社区表演 当港特色商业的菜脯 也做成立即好比餐 谢谢新闻聪明董 报告电查文博德 透过公共运输的推动 来寻找整个城市的生命力 解剖榜放下来 就在路边就可以散车了 一般公车它是换档式的公车 它有时候会这样子 这公车不会 我们把它当旅游的工具来走走看 花个二十几分钟 把这个小站的附近绕一圈 我觉得就还蛮够了 要搭公车 然后来玩嘉义这种感觉 来试试看这样 我觉得新的电动公车空间比较宽敞 然后座椅的高度也蛮舒适的 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就可以到很多地方 然后现在班次也比较密集 每30分钟也一班 所以就比较多机会会搭到公车 老年化社会的时候 那城市里面的长者 相对来讲就比较多 让他们去使用私人运具 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愿意有一些人先出来支持公共运输 然后公共运输因为有这些人的需求 市政府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路线 那这样的正向的循环 才会开始启动 嘉义市政府能够在这一连串 可以带动正向循环的起点 先以公部门的角色 启动这样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共同肯定跟赞许的 当然是多一个选择 一人就认得出来 很漂亮 我觉得很心理 推荐朋友来带 对 全灵共享 世代宜居 嘉义City 嘉义市 今年十月的嘉义市夜晚 多了一点期待 多了一点陪伴 更多了一点浪漫的气息 这里有四季主题灯区 七座大型光艺术装置 十月一号到十一月一号 让我们相约北相符 浪漫再嘉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